欢迎收看五二动起来 我爱动起来 我是林一文 法拉利策略组 可能是本季F1赛车 最热门的关键字了 本周的匈牙力战 红军的换胎决定 再度引起了热议 从二三名起跑的他们 最后竟然连颁奖胎都没有 许多车迷纷纷用 看不懂不可思议 来形容法拉利的战术 而这也让红牛车手 Mazbo Stoppen逆转夺胜 再度扩大了年度积分的领先 F1匈牙力战 法拉利策略组 再度成为主角 来看看红军原本在比赛中的 大好情势 第31圈 超越George Russell 成为领跑者 红军车迷嗨起来 但是他们在这场比赛 心情如同云霄飞车 因为在第40圈 就要跌到谷底 法拉利在第40圈 帮Leagler换上硬胎 但硬胎效果不佳的 情况下遭到Mazbo Stoppen超车 即使对手的Stoppen 不久后打滑失控 一度将位置给还回来 但没几圈后又再度超了Leagler 眼看白胎不行 Leagler第三度被较进站换轮胎 最终以第六名作收 由法拉利的迷之策略衬托 红牛策略显得更加出色 Vosoppen第十名起跑 还一度在场上做甜甜圈 转了一圈之后还能救回来 让人严重怀疑 他只是想再超Leagler一次 我们只需要超车轮胎 每次超车轮胎 每次超车轮胎 Vosoppen从第十名出发 到第一名结尾 年度积分差距再度扩大 领先第二的Leagler八十分 Vosoppen的世界冠军 未免之路看起来更宽更顺畅 而冰市车队连续两站 两位车手都站上颁奖台 包办二三名 年度车队之争 也带给第二的法拉利严重威胁 华智新闻陈一伟 林一文报导 大家好 我是林一文 想要掌握多元的新闻资讯 当然也包括体坛动态 就要锁定华视新闻频道 还有订阅华视的YouTube频道 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